就在上周,一年一度的中国政治大戏,十九届五中全会落下帷幕,今年的重头戏之一是讨论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简称十四五,五年一规划似乎早已成为中国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最早的五年计划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 当时,整个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见证初期,中国政府因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交恶,受到孤立。 另一方面,来自前苏联的援助既关键又有限。 而当今中国,庞大的经济体,全球化下的重要节点,世界各国都想要通过十四五来观察中国经济走向的风向标。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在接下来的五年规划中,到底都会发生什么重大事件。 这次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与以往也有一些不同。 根据报道,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这也就意味着,除了五年规划外,这次还出台了一个十五年规划,战线拉得更长,目光放得更远。 我们先来看十四五。 在接下来的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依旧会作为主要目标,重中之重。 在整个发展期中,要实现六大新目标。 一是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二是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 三是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四是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大幅提高,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五是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 六是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更加健全,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 十四五处在一个非常的特殊时期,那就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所谓开个好头就成功了一半,所以,中国接下来的一百年就看十四五规划是否能够成功践行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十五一,也就是上文提到的第一个十五年规划。 这个十五年的远景目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加强劲,因为它的内容更为劲爆。 中共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 在公报中,没有量化具体的数值,但是,从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可以推测出个大概。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2019年人均GDP为10262美元,刚刚卖过1万美金大关。 再根据天峰研究发布报告认为,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可能指发展中国家中相对比较高的水平,上限可能是高收入国家中的较低水平,具体对应当前对应限价1万5千至2万美元。 所以,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未来十五年可能仍然需要4%到5%的增长水平。 我们在此基础上,可以很容易地来推断中国的GDP总量,并与当今依旧拥有霸主地位的美国进行比较。 最终,根据计算,如果中国在未来十五年内,相较美国能够保持2.3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长优势,则中国的GDP将会超越美国,略居第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预测,2020年中国将增长1.9%。 相比之下,美国将下滑4.3%,这意味着,在疫情影响下,中美经济增速差距从2019的3.8个百分点,可能扩大到6.2个百分点。 所以,疫情在进一步增添中国在2035年甚至2030年超过美国的可能性。 当然,在中国一路高歌猛进的过程中,需要面临三个大的挑战。 首先,就是高人均GDP是中国丧失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中国经济面临剧烈的转型。 其次,人口快速老龄化。 第三,就是在逆全球化趋势下,中国现如今的地缘政治环境是否还能保持高增速。 随着十四五规划的全面推进,中国的超美之路正式开启,有赢下的可能当然也有诸多挑战。 未来的五年,十五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是否会在当下政治形态下顺利前行呢? 观众朋友们怎么看?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请关注点赞并分享,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